今天清早起床,感觉那边有点雾蒙蒙的 然后里面陷了一台车 还有一台是铲车也没救出来 这个地方的草地 其实不是一个草地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湖底 涨水的时候就会把这些 我们看到的这里 包括我们这里全部泡掉 泡掉之后 这些草就慢慢地烂掉了 就每年雨季的时候 然后就变成淤泥了 到第二年的时候 水退下去了 然后太阳一晒 然后这草又慢慢长出来 所以这些草和植物都是一年一季的 自然生长 我们今天早上还是煮面 放到海带 豆芽 海带豆芽这两个素菜 调底料 这个汤底的味道是很好的 然后放点面条就行了 今天吃个素面 还有昨天挡抱回来的菜 简简单单又是一顿 葫芦好像没刮太干净 这个吊床增加了很大的幸福之数 所以说我们有能 就是也不占很多空间 房车出去旅行啊 床车旅行啊 带这个吊床确实是挺舒服的 昨天这个 去挖这个河棒 这也是个伤口 看哪有伤口了 这手也受伤了 开河棒的时候 哇 脚也受伤了 伤痕累累啊 所以今天我们不去了 下次就要带着那个水库去才可以 哇 住在这里一动不动的时候啊 其实他这拖挂房车的空间的优势太明显了 而且组合玩法 开着前车去打水啊 采买啊 特别方便 就等于这里安个家一样 你看那些当地的村民嘛 他们在这里有房子 我们等于在这里也有房子 景色比他们还好 开着车去干嘛 回来睡就行了 看我这个小车呢 这是个多功能车 适合上班代步啊 拉人拉货呀 房车旅行啊 是吧 保姆车呀 都可以 这两天发的视频呢 很多小伙伴啊 就是第一次看我视频呢 说这个没有卫生间 有的啊 看到吗 这就是卫生间 把这浴帘拉开啊 然后呢 这个滴漏看到吗 热水器往那一挂 就可以有淋浴喷头 可以洗澡了 失收的电热水器 还可以变成U型的卡座 然后坐个六七个人 在里面吃饭聊天没问题 还可以变成对座卡座 对座卡座就可以从后门上人了 单人床小边座 单人床卫生间 终极布局就是整个后门这里 一个大床 我跟我儿子说就是一个大床 自己睡吧 单人床就够了 妥妥的 躺在床上 看着风景 生活是不是还有那么点意思啊 这个地方就是周一到周五 很好玩 周六周日不好玩 全人 人特别多 不喜欢 我喜欢人少 就像现在这样 你看 我们这一片 就我们这三辆车 不好 准备吃饭 没火了 换个罐 这小罐挺省的其实 很多小伙伴都习惯用电 其实用这个小气罐挺方便的 就这么个小气罐 你要是等准你电池的话 至少得顶你 差不多200安时的吧 对吧 一罐 带个十罐就2000安时 是吧 产生多大的热量 找大火鸡在手里就看哪吵 海带配豆芽 这个就是你光喝这个汤啊 都很咸 那年在实习的时候 一个同事 他说他妈妈今天煮汤了 然后我大家问他什么汤 他说海带绿豆汤 为什么有这样的汤 广东人吗 不是当地人 广东有很多养生汤 广东是很多汤 对啊 所以说以后嫁老公嫁到广东的 找媳妇找广东的 不去汤喝 嗯 哇 海带放了这么多 嗯 哎呦 面条掉了一个 没事 再来一小里 谁在我后背 伯伯拉来吃个面条 多煮点 给伯伯拉来带点 这个锦子割了你知道吗 不然它就会粘连 如果是细的就不会 圆的就不会 哎呀 又是泡我后背来了 挤来挤去 把榴莲下去了 就那么大个座椅 你还得飞得上椅子 榴莲 是的呀 放个鸡蛋再把豆芽放进去 这就是素高汤 嗯 这个素高汤味道很好的 豆芽海带已经放个鸡蛋 这就是素高汤了 来 拿那个香油有发 香油也没有 有花椒 金龙鱼那里不是香油吗 这是花椒油 花椒油 没有香油也带 我带上去 寄来一只 说来一只 我们前面点单单 吃饭吃饭 凌凌吃饭 看看我们的面煮好了 海带 豆芽 面 这个面还真没吃过呢 但这个汤肯定很咸 加上鸡蛋 自己调的这种素高汤 煮的面很好吃 嗯 味儿鲜 我看看他俩又想一想杀了 呵呵呵呵 活不乐 别乱欺负我们榴莲好不好 嗯 你看 不欺负的榴莲还得过来调他 呵呵 他们俩真有意思 吃饭吃饭吃饭来 哇 这个面团是无敌了呗同志们 过年都吃不上的面了 味道可以吧 嗯 你尝尝那汤肯定很好喝了 因为这个海带 我教你啊以后回家做饭的时候 海带和那个豆芽 它俩一煮都形成很好喝的一个汤肋 呃 宝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